哈喽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香港不会说广东话的大宾 我在1月份的时候做了一期节目 谈的是关于大湾区的房产投资 里面着重谈了珠海这座城市 然后现在的播放量已经达到6万多次 很多网友留言问我 还有私信也会问我 关于珠海的很多情况 其中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珠海的房产限购问题 我今天特意做这一期节目 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现在珠海的限购情况 在视频的尾部 我会把限购政策的表格发出来 大家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看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 谢谢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整个珠海的情况吧 这边是港珠澳大桥 这边是人工岛 这边香州区是珠海的传统意义上的市区 往北部就是唐家湾片区 我前段时间做的视频介绍的就是唐家湾半岛这边 然后这边是保税区 保税区呢 理论上是不让助人的 然后这边是横秦新区 然后这里是珠海大桥 我们统称为西区 那么西区呢 又包括斗门区 金湾区 高栏杆 这里呢 是属于金湾区的 那么现在呢 有很多看房团 其实看的都是新房 主要就集中在这个金湾区和斗门区 然后还有唐家湾的一些楼盘 那么因为这个金湾跟斗门的供应量是很大的嘛 所以主要还是在金湾跟斗门这边看新房 那么说到这个限购政策呢 我们开始讲一下 首先 不论是谁买房 买房以后 这个房产都要限售三年 三年 而且这个限售三年会印在你的房产证上 那么我们先从本地人开始吧 如果你具有珠海户籍的话 那么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啊 以家庭为单位的话 你在整个珠海可以买三套房 不管你是哪个区 也不管你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那么说完这个本地以外 我们现在开始说这个港澳人士 如果你是香港或者澳门的 永久居民 有护照 这种情况 那么你在珠海呢 可以买两套房 其中呢 你可以在珠海大桥以西的西区 斗门金湾这边买一套房 还可以在唐家湾 湘州 恒秦 这个区域再买一套房 也就是东区加西区 两套房 我们这里说的房子都是这个70年的住宅啊 没不说这个不讨论这个50年的40年的这种公寓 那么下面呢 就是大家最最关心的这个非珠海本地户籍的这个其他人士怎么买房 去年呢 放开了一些限购条款 所以呢 在唐家湾片区 这边呢 外地人士是可以买房的 当然了 外地人士不管你在哪里买房 通过什么手段买房啊 你只能买一套 就在珠海的这个全境 以家庭为单位 只能买一套 现在唐家湾 斗门 金湾 这三个区域都是属于非限购区 你可以随便去买一套房 不管是新房也好 还是二手房也好 都可以去买 其中唐家湾这边呢 是去年啊 放开的政策 原来呢 也不可以 然后呢 在香州区和恒秦这边呢 还是执行 限购政策的 你必须交购 一定年数的社保 或者是个税 那么其实呢 在去年呢 有一段时间 其实是可以通过 办理人才证明 来打破这个限购的 你只要 办理了人才证明 就可以在香州 恒秦买房 不管是 二手也好 还是新房也好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这个政策有所 有所收集 那么因为今年年初呢 就是春节还没有结束嘛 很多政策也不明了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这方面 如果这方面 这两个区域 还能够通过这个 人才证明 购房的话呢 大家就很有希望了 刚才我对着 珠海的地图 跟大家 简单说了一下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珠海 限购政策最新版 是去年 8月29号以后执行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所有的人 买完以后 三年内都是不能卖的 不管你是哪里人 然后 像这边的所谓的西区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斗门啊 金湾这边 珠海大桥以西 那么它这里写的这个高新区呢 其实就是指唐家湾这一片 这两个地方呢 都是不限购的 然后像香州区和 横琴西区这两个地方呢 它的限购政策呢 稍微有点复杂 大家呢 可以对照这个表格看一下 简单的说呢 就是说 如果呢 你要买豪宅 那基本上就没人限制你 随便买吧 那要想买投资的房呢 因为我们一般投资都是 90平米左右的 比较好出手嘛 那买投资的房的话呢 就麻烦一点 你要办这个人才证明 那么具体人才证明的政策 会怎么样呢 那么到时候可以咨询一下 这个中介 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错误 或者想跟我讨论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啊 给我留言 我会尽量回复大家 如果这个视频呢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希望你能够关注我 给我点赞转发 谢谢你们的鼓励和支持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